来跟进疫情最新数据 我国今天新增了14,345宗确诊病例 连续第六天呈下滑趋势 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患者 而三级以上的重症患者只占了1.5% 病例最多的依然是沙拉月 今天再次突破了3000大关 爆3611宗 血龙疫情持续趋稳 一共新增了1672宗病例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发文告证实 全国又新增了23个感染群 其中13个来自职场 今天也有16814人康复 1167人在加护病房 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始施打疫苗 诺西山强调 尽管国外发生未成年者接种之后 出现心肌炎或者心包炎的案例 但几率非常小 新冠病毒引起心脏发炎的几率 比疫苗高出37倍 当中男生出现心肌炎的几率 也比女生高 父母如果有疑虑 可以咨询专业医生 又是第一次强调 thigh 咨询专人研发生室